您正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新闻话题单元 我是主播张伯仲 由于社会组织弄错病毒株 连带导致今年秋冬国人接种的公费流感疫苗 保护力可能从原本估计6到7成 次后降到只剩3成 究竟这样的失误是怎么造成的 国内接下来该如何因应 这些新闻话题为您连线 机关署副署长兼发言人庄仁祥深入了解 副署长好 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据说世卫原本预估 本季的流行是B型流感维多利亚病毒株 不过实际上流行的却是日本三型株 乍天之下就连世卫组织像这样一个权威的一个国际机构 都会出现猜错病毒株的乌龙 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因此首先想请教副作 您研判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谢谢请教这个问题 那一般我们流感疫苗有三架 就是两个A一个B 一般就是认为说 以前就认为A型流感它的变异性比较大 而且症状会比较严重 所以大概就是 所以只有流一个B而已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刚刚其实你也说过 即使吻合的话 激情流感疫苗吻合的话 那保护力六七成 没有吻合的话有三到五成 而且有接种的民众 那他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或死亡的一个机率 所以主要是这个原因 那另外这个病毒其实变化很大了 那他在各地收集这个病毒 那在半年前就要预测 那事实上 这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工作 是 所以猜错应该不是什么特例 对不对 过去应该发生过吧 过去常常有啦 我们也知道防毒流感滋事体大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项差错造成全球防疫的大漏洞呢 应该不至于啦 大概每一年都会 因为各地都会有稍许的不吻合啦 那可能今年是在台湾 那明年可能在其他地方 那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 除了打疫苗 其实疫苗还是刚刚说的 还是 其实猜错了 还是有一些一定的保护力啦 那而且还有其他的方法来做防护 是 刚刚其实副作为提到了 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不过如果出现像这样的一个漏洞的话 明年派世卫组织呢 会不会进行一些后续的补救措施 不会啦 这个应该是说 就刚刚说过 类似这样的状况其实每一年都有发生 而且各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猜错 对 所以基本上世卫组织是一个属于咨询方面的机构了 对不对 他们不会负责实际上的一个整个法律或是 不是 因为他的确是有很困难啦 那你就要认 而且都是找全世界最顶尖的专家来做这个 而且在半年前就做 那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预测的一件事情 好 国际间无论在防疫或公卫层面 我们知道都是以世卫组织的动向 马首是瞻 我国呢 当然也是难以置身事外啊 副作人间中午其实有召开过记者会 当时就提到过 国内截至目前为止出现的流感重症 甚至死亡病例呢 很多都是属于这种日本的山形猪 接下来想请教你 我们的机关署 是不是很早其实就已经发现了状况不太对劲 我想先厘清一下 就说我们目前10月以后到现在 有98例的重症 有67例的B型啦 那并不知道说他到底B型这些67例有多少类 多少个人是山形猪不是山形猪 所以这大概是有点错误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事实上整个在其中有30有22例是这个H3N2 所以事实上在今年夏天记得还是流行H3N2 那到一直到这个最近11月12月才慢慢变成B型流感 但是你这样说就说其实不管怎么样 那我们他还是有H3N2跟H1N1的这个保护力啦 那本来流感病的就是一个很多变的一个病毒 他总是会找到一个方式存在下来 这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说明 截至目前为止发现他和山形猪或是维都利亚猪 会不会因为这两种不同啊 所以产生比如说疫苗方面涵盖力或他的保护力特别的不同 应该这么说我们今年哈 如果跟前七年的同期的这个流感重症病例数来讲 其实在七年里面排中间刚好第四名 所以其实像去年去年呃 其实那个所有的都吻合 他的重症病例已经到220例 对 对 所以所以怎么说呢 这个就变成说不管不管他是不是吻合啦 或不吻合 那他也都有一定的保护力 那也不一定说不吻合就会造成整个疫情特别严重 是 现在病毒株弄错的消息传出之后呢 很多恐怕已经注射过公非疫苗的高危险族啊 可能已经陷入情绪的恐慌了啊 听说疫苗保护力呢 可能从6到7成降低到3到5成啊 全国民众接下来你觉得该怎么办 应该是来不及重新再再用新的疫苗来接种了吧 呃 因为疫苗他大概必须要在半年前就要预购 所以现在的确找不到呃 我们也没办法再去订购新的疫苗 然后再去订 等他们再送过来来不及打了 这个办法都不可能 那我们这边大概就只能说呃 其实还是还有刚刚说过还有3到5成 那其实感染之后 他还是可以降低重症跟死亡的几率 所以打了之后那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些 基本的呃一些礼节啦 比如说手部卫生跟咳嗽礼节 还有呃 如果生病了就在家在家休息 那就是去医院去看诊 那呃呃如果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呃符合公费抗病毒药物的话 也可以给抗病毒药物 那这些大概都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现在还没有接种的民众 你会呼吁他继续去打原来的疫苗吗 还是还是去打 因为因为整个他呃呃 就说刚刚有说还有3到5成的一个保护力 对那另外就是也会降低重症跟死亡的几率 还有也有可能出国去旅游 那出国旅游的话不定流行这个B型 对是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 如果呃民众还没有打的话 那这个还有大概13万剂的公费疫苗可以打 是还是可以继续去打都没有错 是是是 我们知道今天机关署的记者会提到 从种种迹象显示 接下来确实要进入流感的高峰期了 面对这个突发状况 是不是也请副署长对陈生朋友表示一下 机关署呢 还有哪些啊 除了疫苗的这个使用方面 还有哪些因应的方法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您会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呼吁 好那呃因为已经进入流感流行期了 所以呃如果说民众呃感染的流感或类流感的话 那记得就是呃应该要落实生病在家休息 还有如果如何如何预防呢 那就是要加强这个首部的卫生还有咳嗽礼节 那如果说有这个生病单呃可以可以去找住家附近的诊所 那看是符合我们公费流感应 公费抗病毒药物的这个呃的情况 那就如果可以的话 及时这个给这个药物 那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什么的几率 所以只要继续朝着我们机关署啊 长期呼吁的SOP应该就可以 还是可以平安度过这个整个冬季流行期啊 是好好谢谢您正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新话题单元 我是主播张伯仲 由于社会组织猜测病毒株呢 可能让今天的流感防御工作 是不是会出现重大漏洞 今天非常感谢机关署 庄仁祥副署长今天受访啊 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应议策略 非常感谢副署长 谢谢您谢谢 好谢谢